Hemingway的幾本書,因為我上個星期講過的 code 會有人討論 那個 code 是不 exact 的 即是是 short form 來的 我講的 long form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code 是來自 farewell to arms Hemingway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以美國人的身份去參戰 你知道嗎? 志願去了意大利 志願軍去意大利去參 但是在那裡開救護車 其實他最出名的幾本書 其中一本就是 farewell to arms 一個就是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即是老人與海 你知道嗎? In the late summer of that year I live in a house that looked across the river and the plain to the mountains 在頭他親自的目中 在意大利和德軍的戰鬥中 講出戰爭的荒謬 即是戰爭的 absurdity 即是他結果呢 就拿了一個英勇勳章 早一輪就 為什麼拿一個英勇勳章呢? 因為他受傷 他說 但是呢 因為他是外國人 其實有一班英勇勳章給他 那個人來調查問他 英勇勳章 那時候那個炸彈爆炸 你還在做什麼呢? 他說我在吃意大利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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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但是他想個理由 讓他拿了十二英勇勳章 你有沒有拒絕救援呢? 要救援其他人呢? 他說 我沒有堅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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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一潰兵 就開始另外一班很偏俠的人出來 就覺得他的口音不借 覺得他是特務來的 差點槍斃了他 你知道嗎? 就是戰爭那種 就是absurdity 你知道嗎? absurdity 就是這幾句呢 是影響我幾十年來 四十年來 已經四十年了 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告訴你 就是在Farewell to arms之中 If people bring so much courage to this world the world has to kill them to break them 如果有些人是這麼勇敢呢 這個世界呢 他是呢 不可以被挫敗的 他是不停繼續這樣去做他 他認為對的事情 那怎麼辦呢? 這個世界就會殺了他 哈哈哈哈 Kill them 那他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做 唯一的方法就是殺了他 So of course it kills them 最後當然他是被殺了 你明白嗎? The world breaks everyone 結果 這個世界是 挫敗了 這個世界是挫敗了 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但是有些人呢 是這樣的 and afterwards many are strong at the broken places 但是一個真正勇敢的人 雖然被這個世界挫敗了 經過無數字的失敗 他就能夠接受失敗 他在broken places 那時候 那地方 是變了強 你知道嗎? 你骨頭被咬斷了 他的骨頭被人咬斷 那裡是變得更加堅強 By those that will not break, it kills. 但是這樣的結果,這個世界都... 不得了,他就殺了。 他殺了什麼人? It kills the very good, 那些好的人, the very gentle, 很斯敏的人, and the very brave, impassily. 這個世界是無情的, 無論你是多好, 多勇敢, 多斯敏, 世界最後都會殺死你。 If you are none of this, 如果你這些東西全部都不是, you can be sure, it will kill you too. 就算你這些東西全部不是, 他世界都是會殺死你的, 都是無分別的, 你明白嗎? 煩死碰死。 But there will be no special hurry, 他不會特別急於殺你, 你越是好,越是勇敢, 越是斯文,越是正確, 因為你其實是跟這個世界作緊對, 這些人是首先會被世界殺死的, 你明白嗎? 那這個就是, 就是, 海明威的, 他呢, 一直講的哲學就是, 世界到最後呢, 一定是絕望的, 但是他的courage是什麼呢? 就是在絕望下面, 我們的不窮、無窮的奮鬥, 你明白嗎? 那個奮鬥本身, 但是當然呢, 最後他是不是自殺, 這個是, 他應該是用獵槍打自己的, 到最後, 你要忍受這個世界的, 無窮的痛苦, 那在這本書裡面呢, 最後呢, 他的老婆呢, 是死了的, 難產死了, 那這裏呢, 有一個, 那個BB又死過, 他的老婆又死了, 他在等著老婆的死心一刻, 他這個就是講人生的語言, 他坐在火爐旁邊, 他扔了一塊木, 走到火爐裡, 原來那塊木呢, 有個藝炒, 那那些火呢, 開始燒出來, 那那些藝呢, 就從這邊走去那邊, 從那邊走去那邊, 從那條路走, 當然呢, 是沒有路可以走的, 這個世界, 是無路可逃的, 他, 對於藝來講, 是好像個神一樣, 坐在火爐旁邊, 他拿了一塊木出來, 就救了那些藝, 不是喔, 他就裝作, 只是拿著一杯酒, 潑一杯酒進去, 那當然啦, 火是這麽大, 你潑一杯酒進去, 是不會救到那些藝的, 反過來, 是變成水蒸氣, 蒸到那些藝死死下的, 神和人的關係,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神和人之間的關係, 表面的救足, 所有的東西, 其實是, 你是可望而不可跡, 而只是令到, 你更加痛苦的, 只不過是, 但是在一個, 這麼synical的處境裏面, 而你都仍是有勇氣, 那個, 才是一個真正勇敢的人,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是無數戲的主題裏面, 這個, 這個是永恆的悲劇的主題, 這個我跟大家講, 我最熟的書之一就是King Lear, King Lear就是這樣, 最出名的一句, As Christ to wantom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 我們, 在神的手中, 就好像烏鷹, 在橫童的手上, 他決定玩到我們死為止, 為甚麼是Shakespeare, 那時中教義, 他根本在那裡, 在那裡反你們, 怎會是, 你明白嗎? 即是Thomas Hardy, 當 the gods have finished the game with the test, Dest of Dermermilts, 內施姑娘, 他講那個悲劇是, 其實他被人強姦了, 他想告訴他的老公, 未來老公, 然後才答應嫁給他, 他寫一封信給他, 一放在地上, 他老公從來沒見過, 就覺得他騙他, 就不原諒他了, 你知道嗎? 這件事就是, 即是說這個希臘悲劇, 即是說命運的悲劇, 又講到性格的悲劇, 即是這個, 同樣, 即是我現在講的, 三本書, 即是一本, For Whom the Bell Toast, For Whom the Bell Toast, 是什麼呢? 就是來自這個, Ken Jonathan, 的一個, 不是, John Dunn, John Dunn, John Dunn, Per chance he for Whom, This Bell Toast may be so ill, That he know not, It toast for him, 即是那個, 喪宗為哪個響, 喪宗為他響那一刻, 現在他可能病到, 已經不知道, 你是這麼病, 所以你不知道, 喪宗為他響, 這個旭文經常都說,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ly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我們每個人, 這個地球的一部份, 明白嗎? 最重要的幾句, 幾句先, Any man's death diminish me, 每個人死, 都令我感到傷痛, Because I'm involved in mankind, 因為我是對, 整個人類是有一個大愛, And they were never saying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ast, 而我是永遠不會找人去問, 喪宗究竟是為誰響的呢? It toast for D, 總之, 他就為你們而響, 就是這樣, 就是, 我都說, 這些東西是不是, 就是, 如果你是盲目樂觀的話, 你是盲目樂觀的話, 那個勇敢是很容易的, 但是, 如果你是悲觀的話, 而你也是很勇敢, 那個才是勇敢來的, 那個才是勇敢, 你覺得明天就會成功, 那你當然是勇敢, 是嗎? 就是, 就是, 那個, 幾十年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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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了做到的事情, 就是, 幾個很簡單的道德原則, 就是, 第一就是, 就是,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去怪責人, 人家做到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一定要appreciate, 無論多少都好, 人家作出了犧牲, 人家作出了努力, 你懂得欣賞人家的好處, 即是, 好像香港的電影人, 可以去批評馬蘇聯, 這個真是非常之愚蠢, 即是, 一部1, otra, 10,001, 10,002, 11,001,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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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1, 1,2,3,2,3, 1,2,3,2,3,3,2,0, 一千萬的華語片來説,不破紀錄都接近的,即是五千七八萬是有的 自己應該反求諸己,為何香港人海這麼差? 已經是除了周星馳之外,沒有其他人會發起的 頭幾名全部是周星馳 前兩晚我看了,我覺得問題是香港現在社會太保守,現在沒可能拍得出來 那些情節,我不要說這些 現在是連羞恥心都沒有了,對自己的要求都沒有了 即是妒忌別人,就自己沒有檢討 現在沒有檢討,為何不反問,何以自己不能做好一點的事出來 而是自我推碰這種事,我不是說那部戲不好